我以为她现在对我和女儿好是为了弥补我们 想重新回到这个家 开始我还觉得她是改过自新了 可没想到是为了骗我生二胎 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 又没人给我们带 我是承受不住的 我现在只想和她和女儿好好的过日子 有个安稳的家 以前我是不懂事 离婚后我也很后悔 现在我尽我所能弥补她和女儿 年前我和她说生二胎的事 她也同意了 女儿也没反对 怎么回了一趟娘家 过了年就全变了 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掌声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李先生42岁来自南京司机 有请李先生有请 黄女士35岁来自南京个体 有请黄女士有请 欢迎老位 好 好好好 这位是 前夫 前夫 这位是 她说前夫那我只能说前妻了 在我婚 什么叫只能说 那在你心里是什么呀 还乐你看看 她在我心里一直是老婆 一直是老婆 应该有孩子吧 有 多大呀 12岁 12岁 结婚多少年离得婚呢 结婚13年 15年离得婚 有5年了 离了5年了 就是结婚第八年的时候离得婚是吧 那今天来这儿是为了复婚 还是为了什么呀 干嘛呀 本来我们是想年后选个好日子 2020年 2月9号准备去复婚的办理 准备复婚 疫情影响 我们就往后延迟了 然后呢 就是在家嘛 她又跟我说要生二孩这个事情 这件也是大事 所以跟父母经商不同意 后来就 闹得 很不愉快 哎 生二孩为什么要跟父母协商呢 对啊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她会要跟父母说 生二孩要具备很多条件 不是你说生就要生的 这个当初为什么离婚呢 当时应该也是怪我 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嘛 我那时候工作呢 也是刚刚开始婚弟 因为我是一位专制司机 在给老板开车 那时候给老板开车 那精神也是比较紧张 每天只过着工作 那时候可能对家庭照顾的 可能会少一点 所以说有时候回去晚的话 他就跟我抱怨 跟我吵 你要拼除工作忙 反正说也有心情不好 这时候 回家他再跟我吵架的话 那也就是我也跟他吵了两次 他就跟我提离婚 那个时候说年轻气盛 我说你看如果能过就够 不能过那就离了算了吧 当时也是去计划 夫妻离婚 那这个离一五年期间 两个人是一个什么生活状态呢 是离婚不离家呀 还是离了婚也离了家 我们离婚了也离家了 后来我把他点出去了 他呢 他老家是四红的 他家农村的嘛 穷一点 他家兄弟五个 他是老小 他母亲三岁的时候就不在了 他父亲一个人 把他们兄弟五个姐妹拉扯大 挺不容易的 等到他结婚的时候 他连一片创法都没有 您是哪人啊 我南京人 就是南京人啊 对啊 然后我们自谈的恋爱 在南京工作时候认识的 谈了两年 后来呢我就说 他能 农村人挺朴实的 也挺能赚钱的 对吧 也挺好的 我心想嘛 找个这样的人 过日子会比较稳妥一点 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对吧 对 后来呢 我说 你家没房子 那就我们家有嘛 就我妈就是给我一套 腾出来一套房子 给我们结婚用 什么 酒席也是我们家操办的 他家条件不好 然后呢就兄弟姐妹 七大姑八大姨 凑凑凑个两万块钱 补充家里买一点家具 家电什么的 也就用掉了 他结这个婚 你说还讨巧 就两万块钱 就把我搞定了 这个 这个 不是说讨巧不讨巧 好好好 你说你以后日子嘛 我们家人指望说 你以后日子过得好了 以后我们什么都是你们的 对不对 对对 你要这么一说呀 我豁然开朗 为什么没付 要提复婚生二娃 要跟自己的父母说 是这么个情况 你有点像倒插门是吧 这个有点像倒插门 有点像 那女儿谁带呢 跟谁过呢 跟我 这五年期间还有来往吗 夫妻之间 就是给生活费的时候 联系一下 平常基本上很少联系 各自忙各自的呀 他怎么就想着复婚了呢 小孩那次是 搞学校庆典 老师要求 父母双方都要到场 我就没办法 我就硬着头皮 你知道一喊他父亲来 我就头皮发麻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我从来不求人 所以没办法 他小孩子闹 说这样子难看 说老师万一知道 说家庭不和谐 对我的 对小孩的这个环境 读书也有影响 所以呢我就说那好吧 我就把他也喊来了 喊来我们一起去参加 小孩子的这个学校庆典活动 活动结束了以后呢 就孩子挺高兴的 就拉着爸爸 说我们一块找个饭店吃饭了 吃完饭了以后 又开车送我们回去 然后又在家里面 给我们孩子 失落失落 弄弄搞搞 这孩子呢就偷偷地跟我说 妈妈 他说能不能让爸爸 今天晚上不走了 我的天 我说这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 对对对 我很火啊 我说这怎么可能啊 我的错 然后他就讲 妈妈我跟你讲 让爸爸睡我的小房间 哦 姑娘是懂得不过去 我跟你睡 啊 我说这样子不行啊 他讲 妈妈这样有什么不行的呢 没事 反正我们 都是一家人 虽然你们不在一块过了 对对 但血缘关系还是在的呀 对吧 后来我就 哎呦 看他孩子挺高兴的 我也不能扫他的信 后来呢 我说那好吧 就一次哦 他说好好好 然后欢欢开开心心的 跳到外面 跟他爸爸讲 爸爸你今天可以不走吗 爸爸说 好呀好呀 高兴得自己基地 我跟你讲 就不走了 就呆在这个地方了 那我怎么办呢 小孩我也说不过他 小儿嘛 我只有尊求他的意思啊 好的 就这样子 然后就 一来二去的 经常帮我 接送小孩很主动 回来把我搞个 家屋 拖个地 洗个碗什么的 他主动地烧个菜 他表现一下子 什么叫表现一下子 一开始不都是我 做家屋 做饭的一个东西吗 哎呦 你怎么还跳椅子呢 因为我就喜欢 照顾家庭 主要做饭 洗 喜欢照顾家庭 再离婚了呢 这是他跟我生气的嘛 他为啥跟你生气呢 就是那时候 就是 就是老加班干嘛的 回去 加班干嘛去了呀 加班因为那时候在 你说给 他加班是喝酒去的 他俩是加班啊 他捡着虎子人 那虎子都舔上来了 你看到了 加班干嘛去了呀 那时候就是 给老板开车 老板开车呢 他有 就是说一些工程 上面的事情 像我上班的话 就是早上有点 晚上下班就不知道 你是陪老板一起喝去了 还是给老板开车去了 就不知道什么时间了 问你呢 有时候老板推不开 就是老板喝 老板能退开的话 就我喝 你就陪老板应酬呗 是这意思吧 是是这样 那你就说实话 他天天应酬 我给你讲 一个星期 最起码四天不来家 我给你讲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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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于就这样 一来二去 在女儿的这个 关系之下 或者叫面子之下 这个曾经离异的夫妻 又开始尝试着看 能不能在一起生活了 对 因为这三年当中 我也试图 努力地在寻找过 你倒是坦诚 对啊 这个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很开放的 对不对 合适就大伙过日子 对啊 我与其跟别人磨合 搭伙过日子 还要重新来 浪费时间 浪费感情 那不如就这样子 明白明白 就原厂的拉回来 休不休不得了 是吧 我说你要是该好了嘛 我就原谅你 在一起过日子 再组成一个完整的价 给孩子一个好的交代 不是一起面吗 对不对 问问您 你离婚之后 你闲着了吗 这个我没找过 别人要给我介绍过 我也没看过 本来我们离婚 也不是说感情破裂离婚 但是我们是赌气离婚 但是我心里面 还是一直爱着他 爱着你 就是你的意思 守身如玉守了三年 多难是这意思吧 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上班又有点 下班没点嘛 就是说 我一般正常 每天都上班 星期六星期天 有时候也不闲着 就是说周一到周五的话 就是正常 有时候也是 就aime 给青亚 这也不曾经 任何视频 还没有 有时候 这也是 诺顺顺眼 有时候 要再次 对 不过 客观看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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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重新在一起 女生明明已经不爱男生 肯定不爱 听到她的名字就头皮发麻 问到底是你父母重要 还是老公重要 当然是父母重要 你这阶段 这三年也没有闲着也在找 说明其实你从以往的感情当中 已经走出来 正开始了一个新的未来 为什么突然要加人指的 为了什么 为了女儿 对吗 你的幸福当然女儿是可以 给你很大的满足 但是真正自己的幸福 一定是靠自己去选择 自己走自己应该去选择的路 对不对 曼西尔问你还爱这个男人吗 当然他是你女儿的父亲 女儿希望有父亲的存在 是可以理解并且支持 但是你需要他作为你的老公 未必吧 还谈什么二胎 你爱上这个男人了吗 没有 同样 这个男人也没有爱上这个女人 余老师问你的问题 你怎么能够犹豫呢 你是不是就想再要一个孩子 我大胆地揣测一下 为什么想要 因为你后悔这几年五六年 错过了跟女儿相处的这个时机 你希望再重新来一回吧 不好意思 后悔要是没有 如果你真的想重新走一回的话 拜托 拿出你的诚意 去追这个女人 所以现在不要谈复婚 就谈你还能不能追导她 你是不是爱她 不要喂孩子 如果是这样 仅仅喂孩子 错 明白了吗 所以你们俩都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 对面的这个人 值不值得自己重新爱她 有没有信心能够跟对方继续走下去 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绝不是为孩子 也绝不是为你的私利 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哥 想得清楚 你一定要想得清楚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可能以前我是那时候为了工作 为工作也是说为了给家庭更好的生活条件 那时候可能对你和女儿照顾的非常非常少 我也知道很后悔 现在就是说工作期末上都稳定了 我现在想就是说用时间来弥补你和女儿 我以为你对我和女儿好是为了弥补我们 没想到你是打着让我生二孩的这个想法 这个孩子也是我们两个的 他长大对我好也会对你好 说不定对你好比对我好的更多呢 说不定再生一个像我们女儿那么漂亮的 你知道现在的压力多大吗 生一个孩子 你要养他 要给他好的学习环境 这个你考虑到这些 要花费很多钱的 这你考虑到这些很正常 这个我自己想的更多 生气也不允许啊 好 最主要没人帮我们带啊 带孩子这都不是多大的问题 行 真的不是多大的问题 您能辞职之后带二孩吗 老大你带过几次我就问你 好那不是以前吗 好好不吵了 以前我看我现在我就看以前 我还能看以后吗 所以先生 到底是为什么自己想清楚 好吗 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 请回 来请关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